大家好,然后这次想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校招的一些事 因为最近我看有一些这个学弟学妹也开始走进这个校招了 对,这几年我感觉校招是这个越来越难的 这几年因为这个互联网行业比较火 所以很多人去考这个计算机专业 现在大公司已经开始去就是卡学历甚至是卡一些学校了 因为毕业生特别多 但是大公司港元也就那些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增长 而且就比如说转行的人也越来越多 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一些 但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到顶了 因为发现现在很多这个产品已经就是增长已经到头了 就开始很多大厂都开始去搞这个什么产业互联网 再比如说大家去看职务上各种什么劝推文 还有各种培训员的鼓吹 对,所以其实这几年无论是转行的 然后跨专业的也都非常多 这也导致这个校招开始一年比一年难 我仔细就是回想一下 就是从我上学到现在所经历的那些风口 对,其实我刚高中毕业那会儿 计算机已经也发展不少年了 也不是特别火 甚至家人有一些人并不推荐说去报这个专业 后来比如上大学之后我就发现 就是一开始就是这个移动互联网爆发了 很多就是公司开始去搞自己的这个APP 然后其他来的话,比如说前端开发也火过 另外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大数据 VR,包括这个什么P2P,O2O 还有就各种什么共享经济 包括他后来的这种人工智能 还有这个各种算法,AI 还有就比如说像区块链跟这个短视频 包括今年这个5G 其实你发现这这么多年 几乎每年都有这样一个什么风口 今年可能比较亮眼的就只有短视频这个领域的增长 还有这个提出的这个5G 当然不知道就是说未来它能带来多大的这个产业变革和这个就业机会 但比如说你像之前比较火的 就是最近依然很火的人工智能 当然可能在产生一些岗位的同时也在消除一些岗位 所以可能还是对某些这个人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 其实早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出现过一次这个互联网泡沫 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已经遗忘了 甚至就是很多这个小年轻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 就你看这个曲线的话 当时实际上互联网泡沫曾经破裂过一次 不过之后你发现慢慢又混暖了 然后Google上市之后就开始大涨了 对但是依然就是依然必要持一种谨慎态度 就是将来可能会发生的这个风险 就去讲一下我当时找工作的经历吧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顺利 大三的时候开始自学这个Python Web 然后当时也是海头简历 经历过几次这种校招啊 对就比如说像BAT这种公司 基本上都是几百人坐在一个大教室里面去比试 所以其实还是很难去就是获得一些什么机会吧 讲几百人的话可能做比试题 而且有时候吃风度也不大 所以还是很难去找到这种机会 就是后来就找了一家小公司嘛 就是当时喊什么万中创业 就去中关村一个创业小公司 后来接了几年之后就找工作相对好一些了 因为也认识不少这个同事在各个公司 所以基本上就是无论是这个内推的机会 还是就是无论是认识一些猎头 所以找工作的话就要轻松很多 当然这个轻松不是说面试会轻松 就是说机会会相对多一些 对其实你看这个行业 它也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吧 比如说什么996啊 掉发或者是什么加班啊 压健康啊 还有人就是说这个吃清真饭 但这点其实是真的 可能会就是吃清真饭 因为很多公司它有个隐性条件 就是可能不会招聘一些35以上的人 这个其实是给一些可能一开始 就是进不了大公司的人一些参考吧 就是比如说一开始因为学历啊 或者是学校可能去不了大公司 但是基本上你如果一直在 好好的在公司里面磨练几年 基本上还是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当然有些比较厉害的 或者是就是学历高一些的 当然就是一开始职业规划早一点 他们可能就比较容易去拿到这个 大公司的一些名额 其实我还见过很多就是说 可能不是特别喜欢写单码 但是也想去这个互联网行业的 对那其实互联网行业 还是有非常多的职位的 就比如说我们想做成一个产品的话 需要非常多的人来去合作 比如说这个产品经理 然后测试运文啊 或是运营策划销售等 对必定就是非得是通过写单码 就是要进入这个行业 因为有些人可能他觉得写单码 不是特别感兴趣 或者是不是特别适合 但是可能如果年纪大一些想转行的话 就要比较谨慎了 对因为有些人还说我鼓吹这个让人进入这个行业 但其实并没有 因为之前还有人给我发过私信 就是一个30多的一位销售大哥想转行 说要去搞人工智能 我当时就比较震惊 其实也是发了一些劝退 因为我感觉可能他们连很多人没有基础 就是连那个连Python连算法 连这个人工智能连AI这些词 他都不清楚他们具体含义的人 就被忽悠到一些培训班去花9万块培训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坑的 所以我也也不是特别建议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人去转行 因为这个行业他有时候年轻人技能加班 然后学习能力又强 为什么非要去招一些就是 但你有资历还好 但是如果你是零基础大零转行的话 我是不是特别建议的 我觉得这个互联网一旧是一个比较好的行业吧 但是也要理性看待 就是以后可能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发展成什么样子吧 对其实这个王兴曾经说过 这个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 也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 所以对于未来还是保持一种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 对我个人基本上是既不劝进也不劝退 就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 我相信你是可以坚持下来的 也希望大家就是都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吧 如果一开始可能不满意的话 我们也可以不断的去在公司里面磨练几年 最终可以找到自己底下的一个工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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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